有的嗎?有嗎?沒有,那我就繼續囉 首先要請大家開Hack folder 然後找到我們9月21號實作的這兩個 第一個連結是我們今天的簡報 就是等一下上面你們可以看到的 之後如果你們想要再看一次複習什麼的 都可以在這邊再看一次 然後再來還有共筆的部分 就是前面就是有說我們課前應該要準備什麼 第二個今天我們應該不會有時間去做到 所以我會需要你們第一件事情就是 FlyWheels安裝好的 然後再來是素材也要請你們先下載好 那素材裡面就是一些圖片 是我們今天做網站會用到的 然後後面就是一些我們今天課程會使用到工具 跟課後複習的資源 然後還有一些之後你們網站架起來之後 那有興趣在自己額外安裝外掛去完善你們的網站可以用到的 OK,那我們今天就開始囉 我是Yuli 大家再叫我Yuli就可以了 然後我自己本身是自由結案的 專門做Wordpress網站的全端工程師 那我學Wordpress完全是自己學的 我完全沒有找過任何老師 那我的老師就是Google 對,我就Google找到一個教學 那一份PDF當然就是我的老師 然後後面全部都是Google自己學來的 那旁邊這一位是Hand 是另外一位講師 我讓他做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Hand 那我的英文名字拼音在這邊 不是雙手的Hand 所以是H-E-N-D的Hand 那我是一名Freelancer 主要是從事網頁設計 那其實我沒有任何的程式背景 所以如果相信現場 大家如果沒有任何的程式經驗的話 一定也可以操作Wordpress架設網站 好,謝謝大家 好,喂 那今天我們大致上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會先告訴你們 什麼是Wordpress 我們先認識一下 Wordpress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教你們主機設置 然後還有介紹Wordpress基本的功能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實作的時間架設網站 然後首先呢 到底什麼是Wordpress 就是Wordpress它是一個開源的軟體 它是內容管理系統 叫做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 那它是佔全世界34%的網站 都是用Wordpress做的 34% 那為什麼它可以佔這麼多數呢 其實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它開源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它有 就是自它出現以來 它建立出一個非常龐大的社群 那因為它是開源的 所以它的主要軟體的程式 核心程式外掛主題 通通都是像你我做出來的 任何人都可以做 那如果你是工程師 那你可能就是貢獻你的時間 在為Wordpress修改核心程式 那如果你是工程師 你有可能是會在幫忙設計社群的網站 就是一整個Wordpress的網站 我先挑到下一個選項 所有你看到這個是我們今天會做到的 Wordpress.org 那所有你看到的這個網站 通通都是設計師做的 並非這一間公司的人做的 好那當然也會社群裡面 當然也是就會有一些 Content Writer專門寫內容的 然後也會有 當然也會有Translator 就是Wordpress它被翻譯 差不多超過200種語言 那這個200種語言 當然就不可能是 會是一間公司可以做完的事情 它是靠大家的力量 所以說它有辦法 占34%的網站 就是因為有這麼大一個社群 那後面就交給Hand 那如果大家一開始在搜尋Wordpress的時候 會出現.org跟.com 那其實它是兩個不一樣的服務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org 那可以看到上面的那個表格 .org主要它是一個開源自由的軟體 它其實自由度會比較高 就比較像我們在架設一般的形象網站一樣 那如果.com的話 比較像是部落格平台 就是你們有在經營匹克幫之類的部落格 的話 它就類似.org 那我們這次用.org的話 主要是因為它的自由度比較高 它可以透過自己安裝主題跟外掛 去呈現你的前台的樣式 那如果要選擇的話可以評估自己的經費 或者是你的程式基礎去做選擇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按延伸閱讀這個超連結 那它其實有詳細的介紹 這些連結也會在課後複習的那一件共筆裡面 都會有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麻煩大家把你的電腦拿出來 然後把昨天安裝的local by flywheel 你有開著嗎 在這裡 對打開來 OK等你們一分鐘 好 對 然後 再來第一件事就是 呃 我是需要你們來到這個tab local sites 應該大家都會是英文版的 這個應該還沒有繁體中文過 對 那所有 所以你看到的這一個 呃 這一邊是已經有han的老師 他先開好的demo網站 那我們要先幫你們把 打開建立一個新的網站 那 呃 首先我可能要先跟你們解釋一下 我們昨天安裝的這個軟體是什麼 就是 呃 我們今天所做的網站 都會是住在你的電腦裡面 它其實不是真的已經在網路上了 所以今天我們所做的網站 只存在你的電腦裡 不是真的你傳網址給別人 然後 你的網站就是已經OK的那種 好 那 那 呃 local by flywheel呢 它還 它不是開源的軟體 但是因為它是 對新手最 呃 最快速也 最友善的軟體 所以我就麻 就有 就想說 就讓你們試試看 用這個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 呃 首先是左下角 要先按 add local site 然後 這邊你們可以打任何字 英文就可以 例如說 open source 或者是什麼都可以 那這個就會是成為你們的網址 你們本地裡面的網址 然後下面這個advanced options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當你改你的網址名字的時候 這邊你的網址會變得不一樣 那 local site path 就是你的電腦裡的資料夾的位置 這個網站住在你電腦裡資料夾的位置 然後blueprint blueprint 其實就是像那個template的意思 但是今天我們不會用到 因為畢竟你們是第一次安裝 所以你們還不會有任何blueprint 好 那其實下面的東西 都不需要你們去改到任何東西 那你就是 呃 按下一步 然後再來你的username 跟你的password 自己要記得喔 對 不管你們要打什麼 要記得你們的登錄 這是你們後台的管理員登錄網站的 帳號密碼 可以 可以都可以 好 然後 當然眼睛就是 告訴你我的密碼是什麼 以防萬一我自己打錯了 所以就 好 然後wordpress email這邊 你們不需要去更動它 保留就可以了 然後 再來下面這個advanced options呢 它下面這個是在問說 你需不需要把 Wordpress網站建置成 多站式的 也就是說 Wordpress它其實 最一開始安裝的時候它有兩個模式 一個就是你很單純的一個網站 一個是 你擁有一個多站式的網站 而你這一個多站式的網站 下面可以再開很多個 Wordpress網站 那會用到什麼樣子的地方呢 就是例如說 例如說我今天 網站會有中文、英文、日文 那我就會選擇開多站式網站 我的網址可能就會是 cn.wordpress.com tw.wordpress.com 對 那它是整個全部合起來 集合起來的一個Wordpress網站 好 那今天回歸簡單一點 謝謝 我們不需要把它開啟 就是這樣子保留這樣子 好 然後就開始 add site 然後就稍微等它一下 然後 如果 你用Mac 我不確定Windows會是怎麼樣 Mac的話 它會需要你輸入你電腦的密碼 因為它要 以管理員的身份安裝 網站 Windows會怎樣 要開防火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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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他會詢問說 那個是網路網路網路 網路網路網路 好 是很麻煩的話 在執行的時候 以系統身份執行就可以了 對 好 如果你是Windows的話 請勾選以系統身份 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對 好 有人需要幫忙嗎 有人需要幫忙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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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窗的話都幫我按確認 就按確認進去 好 看一下 如果你的install打開來之後 我需要你這邊必須要亮綠燈 也就是你要讓你的網站是開始跑的狀態 那它還沒開始跑的狀態呢 它其實是會長這樣子 它是灰燈 你需要按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start site 按下去它會開始幫你跑程式 然後要確認你的網站能不能跑呢 那就是按這裡 有一個view site 點下去你的網站應該要像這樣子就打開來 當然不會是這個 我現在開的這個是Handle老師開好的demo 大家只會有一個網站 開起來會是一個最基本的Wordpress網站 開起來會是一個最基本的Wordpress網站 發覺在哪兒 如果有一個口調 沒有 ? 我現在要結論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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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现场有人对Linux系统是熟悉的吗 有吗 可以帮忙一下 看看一下吗 因为我不太确定 是不是permission的关系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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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一个备案 请请你们去到demoswp.dev 如果你没有办法成功在你的本地安装wordpress的话 这边是你的备案 去到demoswp.dev 然后createwp.dev 这个会让你开一个测试的网站 免费让你开一个测试的网站 demoswp.dev demoswp.dev 去这个网站 去这个网站 demoswp.dev 然后到这个网站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createwp website 你会需要先创建一个账号 然后才能开一个新的网站 新的网站 有人是用这个方案在做的吗 可以举手一下吗 我们帮你一下 还有人是用上面这个备案在开网站的吗 这个是备案 就是如果说你本地现在没办法开好wordpress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备案可以让你直接线上开一个测试网站 还有其他人吗 那那个本地已经有开好网站的人啊 麻烦你们登录看看 你们还记着你们刚刚输打的登录吧 滑到这边login 你们先登录你们的网站 去到后台 就是来我先回到local by flywheel 当你按下viewsite之后 它会直接带你到frontend 那frontend其实会长像刚刚这样子 那你就往下滑 有一个login的按钮 连结 那其实login就是带你到斜线 wp-login.php 那前面是你自己本地的网址 不会跟我一样哦 那你登录之后应该会看到一个类似像这样的画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如果你是用备案的话 他现在会直接示范给你们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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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面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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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找到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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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